全球全世界跟台灣流量 前五十名的網站 網站多了像天上的星星太多了 各類型的 但是有些專業公司用他們的技術去調查 去統計去追蹤到底哪些流量多 所以這邊是一家公司國際大公司調查出來的 全世界前五十名流量最多的 還有台灣 當然全球跟台灣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我們知道其中多少個 先說是哪一家公司調查 當然網路上專業公司很多 調查這裡很多 那就是其中一家 就是Samler One這家公司 它是網路調查研究公司 它有八百個員工 那這樣就沒什麼問題 就八百個員工不少了 不要說一個人研究 三個研究 研究什麼的 那是公司嘛 而且要在美國道瓊 美國就是道瓊 美國上市公司 那就更跑不掉了 這家公司就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你做個人做的 或者明不見經傳的 有些是為了報告 或者商業利益 或者 胡扯把扯的 那就 不能相信 這個是美國上市公司嘛 又公司有八百個人嘛 還有世界很多分公司嘛 所以這個算是大型的 就有公信力 就是 它這個資料就是 上個月啦 上個月算很新啦 就四月啦 今年四月啦 就全球級台灣流量 各千五十名 這台網站 這個網站的話 它也很簡單啦 也不用注射 要注射也可以 不注射也沒關係啦 就無所謂嘛 這個 你就隨便進去啊 然後它有所有分 類比啊 就分很多類啊 就下面是下拉一大堆的 隨便你敲 這還好 有中文版啊 然後呢 這是 全球什麼意思啊 下面也可以拉一大堆啊 美國啊 英國啊 台灣啊 中國大陸啊 香港 日本啊 隨便你弄 這樣就可以交叉了嘛 大概這樣的一個網站 那我們先看 全世界排名的 前五十名的網站啊 第一名叫Google Google就不用講了 後面是類別 就不用講了 Google大家知道 它第一名大家做無用意啊 沒什麼問題啊 Google第一名 很正常啊 YouTube第二名啊 也很正常嘛 這個大家喜歡看視頻嘛 各種視頻 也沒問題 第二名 YouTube 有些朋友他念 他居然念成YouTube YouTube就念錯了 YouTube YouTube 它倒不是影片的意思啊 它是電視啊 YouTube本來是管子嘛 或者英國的地鐵嘛 就是一個人群常常管子啊 因為電視有真空管嘛 所以它會當電視啊 這是你的電視的意思 而不是 當然電視就是影片嘛 說是飯店以後你的影片也沒錯啊 但原來是你的電視啊 後來又變成影片了 但是這個名字是取得不好啊 它應該YouTube 只要一個阿嬤怎麼會YouTube 應該YouTube嘛 YouTube跟YouTube 也多一個字母也還好嘛 因為YouTube不能當動詞嘛 第三名 臉書嘛 Facebook也沒問題啊 看很多啊 在臉書就很討厭 動不動就被你封鎖 這個很討厭啊 非常討厭 YouTube不會吧 也只有除非你真的是很過分啊 Facebook動不動啊 隨便前進它就幫你封鎖 很累啊 然後也很難上訴 你也很難找到什麼人去投訴 然後要恢復又很累啊 這個很糟糕 Instagram這個是有名的嘛 就是社群網路嘛 然後Twitter也是有名的嘛 推特也是有名的嘛 然後百度是中國大陸的啊 中國大陸人口多嘛 然後文基百科也是太有名的啊 資料多都不掉 但是文基百科後來又碰好多類啊 文基文庫啊 文基什麼一大堆東西 越搞越大啊 然後Yahoo這也是大嘛 收集引擎嘛 入口網站嘛 然後第九名就開始啊 就開始啊 就好像沒聽過啊 這是RU後面是RU嘛 因為COM就是商業嘛 Commercial嘛 歐爾就跟他在一起嘛 還有NET嘛 這個RU後面是國民 台灣的GW嘛 日本的JP嘛 做不到的China CN嘛 RU就是Russia 就是俄羅斯 你看俄羅斯是跑第九名 俄羅斯人口也不是那麼多 但是加上東歐什麼 他只能跑第九名 好奇怪啊 Yandex 他是等於是 蘇聯的收集引擎嘛 裡面東西很多 但是他又比Google又活潑一點 Google就是 就是比較單調一點啊 但是有點像Youtube 所以Youtube出來以後 很多網站嘛 都模仿你看 都很像嘛 像Youtube的建議啊 當然是俄文的俄羅斯 怎麼會跑到第九 看的奇怪怎麼那麼多啊 這是俄羅斯文 也許這個大家會看不懂 俄羅斯文會看不懂啊 中國大陸可能有些還看得懂啊 然後第十名是WhatsApp 就是那個也是社群 社群網路這裡很大嘛 然後第十一名 終於來了一個成人的啊 成人最大就是XVidia 你如果想看啊 全世界啊 網路流量最大的成人啊 你也可以嘛 就從這邊啊 你要看影劇啊 看體育啊 看成人啊 看這個美食啊 就從XVidia去 去往下拉嘛 那如果一般是弄全球嘛 就全世界最 最熱門的 那但是你也可以說 我想看某一類的啊 或XVidia 這個中國大陸 台灣香港啊 美國你就往下拉嘛 啊 這個成人 流量最大的啊 成人有四大啊 就是免費啊 啊 當然啦 免費的是東西絕對多 可是呢 都是短片啊 可惜的就是短片啊 下載當然很容易啊 隨便線上下載啦 下載以外就下載 太容易了 但是都是短片啊 就比較沒有長片啊 然後 有些是高清的 有些畫質很差的啊 就沒辦法 便宜沒好貨 好東西是付費的啊 可是大家一看付費 就不想上去了 京查也是有名的嘛 這抖音啊 或者是海外抖音啊 啊 去查 啊 這個 Reddit也是一個社群網路啊 那Reddit可能很多人就 比較沒看過 它的界面是這樣的啊 Reddit 你看也是模仿YouTube 像很多的模仿YouTube 那你要 加入會員可以 不要也可以 也是社群網路 媒體網路啊 可以找很多資料 看影片啊 那第14名是線上購買Amazon 這個也是有名的啊 那第15名就成人 成人的第二大就是Tone Hub 這個東西很多啊 但是 其實我覺得Tone Hub 比這個 比這個X Video還好一點啊 因為X Video一方面比較名氣大 一方面東西多啊 但是Tone Hub 為什麼說比較好呢 它高清的比較多啊 因為有四個大的免費的成人網站啊 像這種啊就比較好 它上面就是會 每一個縮圖都會上面注明啊 是不是高清啊 有的就沒有啊 沒有的話你搞不清楚 就繼續看 哇畫質怎麼這麼長啊 像這個它就會寫啊 高清不是最高清 你就先看高清的嘛 所謂的高清就是要至少720 DPI以上啊 18K是最好 一般現在 然後現在那個 4K的啊 4K以上啊 剩下8K也算多啊 然後第16名奇怪 雅虎都跑到日本啊 怎麼日本 雅虎都跑到16名 然後這個是啊 這個啊 這個啊 Docomo Docomo 這個也是日本的啊 它是一個電信通訊啊 就是什麼樣 它是介面是這樣的啊 這個啊 也是日本大的網站啊 日文我也看不懂啊 俄文 日文都看不懂啊 沒辦法啊 然後這個應該是唸LINE 不唸LINE 它是Windows下面啊 就是以電子郵件為主 就是套裝軟體啊 就使用 因為大家都使用Windows嘛 它有一個套裝軟體 因為LINE可以當即時的 現場的動詞才唸LINE 這個沒有LINE 然後 這個 這個 L-I-N-K-E-D-I-N Linkedit 它是也是一個 像社群網路 當紅嘛 這個社群網路啊 它的介面是這樣的嘛 然後這個現在像最紅啊 OpenAI 它是公司的名稱啊 我好像當紅啊 因為 24G嘛 先發明收音機嘛 再發明電視 再發明網路啊 那網路現在已經有發達了 下一步又變成AI 人工智慧 這些人工智慧 哇 這個都可以做啊 這個 這不得了啊 這東西 太先進了 而且發展很快 OpenAI 是什麼東西 就是 CHAN CHAN 這個 GPG啊 CHAN GPG啊 就是 這當然很多人都用過嘛 它有分 免費版 還有分 付費版 到付費版功能多啊 就是 可以跟你聊天啊 可以寫作啦 可以自動生成文章 自動生成一大堆的訊息啊 這個東西很多啊 就是你要輸入一些關鍵字啊 一些情境的東西 它就把你啊 把你生成啊 就是 就把你產生新的啊 文章啊 歌詞啊 劇本啊 一大堆還可以跟你對談啊 這最先進啊 才兩年多吧 三年不到 可是發展也很快 而且後面應該會更快啊 所以這個東西不得了 open來 所以看了很多 這個照理說應該 還不止二十年 照理說應該在前面 我相信以後 你還會在前面 因為這個太紅了 當網路上 AI紅的不止這個啦 還有其他很多的啊 就是包括把你老照片啊 變得清楚啊 黑白照片啊 變成彩色照片啊 或者照片啊 你輸入什麼 啊這個啊 女孩子啦 要不要穿衣服啦 什麼size啦 就馬上就該弄出來 這種太多了 就是AI人工智慧啊 然後這是也是成人網站 這個很大 這是第三個啊 Oppist 就是 Windows的文書軟體啊 辦公室軟體啊 這是有名的 Netflix最高有名的 串流軟體啊 當然要付費啊 付費啊 呃 但這個很多人在家裡 像台灣就可以抓嘛 就抓 迪士尼頻道啊 跟呢 我們叫網飛啦 就是 最大群的最大串流 一定認識啊 並也是收取引擎啊 但是比Google差一點啊 然後Microsoft Online 這也是一個大的城網站 這第五個大啊 第五個大 第五個大 前面講四個啊 但這個也算了 算第五個啊 呃 但是其實 最好的是這個 五個裡面最好的是這個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個它有這個著名高清啊 就700HDPI以上 或者不是啊 第二個就是 它的這個 有長片 其他大門的短片 它有長片啊 呃 所以內行人知道這個是最好的 可是外行人就覺得 前面那幾個好像一看啊 東西比較多啊 然後啊 DCEAN啊 這個 看後面有沒有啊 這個 這個 也是俄羅斯吧 因為俄文看不懂 社群跟社會吧 尤其自己看啊 看得懂俄文人家少了 怎麼會跑到27 這麼高啊 然後 Pinterest 這也是社群網路 它的介面是這樣的啊 就是一大堆啊 所有玩樂啊 啊 像這個 頁面是指植物嘛 就找啊 吃喝玩樂啊 一大堆啊 一大堆啊 會家用啊 一大堆啊 就生活啊 生活類的啊 這內部一般是AEB啊 它故意搞成AEB啊 就新聞媒體啊 然後Triple Page 這兩個都是新聞啊 Billy Billy當然有名啊 啊 講師講動畫漫畫啦 Billy Billy當然就是 也是各種 動畫的影片啊 就是各種影片啊 啊 所以 中國最大的就是 就是TikTok 就抖音啊 跟Billy Billy 當然還有其他幾個 但Billy Billy現在越來越糟糕啊 影片當然很多啦 也蠻好看啊 可是現在越來越糟糕 就是民消耗太多了 就文不對題的啦 把你侵權啊 把電視劇啊 電影啊 甚至外國的 把你配音啊 而且配音那麼遠 絕大部分又不是本人配音啊 就搞一個啊 軟體配音啊 帳官禮代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這裡面 雜色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 越來越糟糕啊 那東西是多啊 當然好東西也有 可是爛東西太多了 就是搞不清楚 你一看那個界面 你一看那個標籍啊 看那個說圖啊 很心眼啊 進去一看 胡者 胡者八道 就銀銷 大陸就騙你 這樣大陸人就喜歡作假 那奇怪 大陸人為什麼那麼喜歡作假 BK啊 這個 這個我們一看過 也有社群網絡啊 沒有一個電子 你看又有俄羅斯 俄羅斯怎麼排名這麼前面啊 奇怪 就是以國家來講 一個俄羅斯 一個日本啊 常常會排到前面啊 搞不懂 這只有韓國的三星啊 這個有名的嘛 Discord 這個本來是不合啊 吵架 可是這是聊天啊 互動啊 交友啦 互動啊 這個網路沒 網路啊 但是應該是說大家好好聊天嘛 互相認識一下 或找一些媒體來看一看嘛 找一些影片來看看 他用在Discord 就不合啊 這很奇怪啊 Microsoft這樣有名嘛 Max 也是一個串流 所以我可以獻上 影視啊 啊 就有點像 一個網飛Netflix 他的界面是這樣的 應該不對啊 在你的地區啊 不能播放 因為他有地區的版權啊 台灣看不到啊 所以跟你註冊啊 啊 Max 什麼東西啊 也是華納兄弟啊 啊 探索啊 提供的串流 影片啊 他的全身是 HBO就是 HOMEBANK SHOWERS 家庭 票房劇院啊 我們現在地下都有HBO嘛 的影片 他永遠是最新的嘛 最貴的嘛 所以第四台的頻道商啊 付錢付這個大概有三分之一 你看不管還有一百多台 他大概三分之一的上架費啊 就要付給HBO 因為他東西最新嘛 大片嘛 所以他是千秋已經有六千多萬名的使用者嘛 因為他都是有版權的影片啊 所以要做誰啊 要付份啊 然後這也是啊 這個產品網站的另外一個網站啊 然後Twitch TV啊 電子遊戲 他的界面大概是這樣子 電子遊戲的啊 因為我年紀大了也不太玩電動玩具啦 外的就是查詢千秋嘛 Prover是一個字典跟百科啊 就是裡面當然就是英文的啊 裡面有很多啊 就是大家有什麼問題啊 提了以後RT有專家啊 或者其他網友他比較懂的啊 你就隨便你發問啊 或者你有什麼看法發表出來 然後就一大堆啊 如果你提問題啊 這個什麼啊 這個 上頭簽文下到地理啊 有什麼問題 你簽出去啊 就有人回答你啊 可能是專家啊 可能是其他網友他知道 所以這是一個等於知識的網站 然後裡面 為什麼叫次典啊 百科的什麼都包括嘛 次典就很多人說啊 這是英文啊 要怎麼用啊 你要問法文 德文中文也可以啊 但是英文為什麼 這個字怎麼用法啊 這裡面討論蠻多的啊 其他名字啊 有些電腦啊 電腦啊 電腦電子科技啊 Sharepoint啊 這個我倒沒看過啊 這是我這幾個沒看過啊 這也是手續引擎也沒用過啊 然後這也是成的Street Chat 就要不參與 我要跟你了解啊 這個人 男人都喜歡啊 當然女人 但是大部分都是女人啊 很少男人啊 這個 比較少啊 Global啊 這也是一個新聞媒體啊 Fandom就是影迷的意思啊 劇迷影迷的意思啊 所以他不會為藝術跟疑論啊 就是現在裡面啊 在討論啊 有沒有什麼最新的影片啊 什麼時候上映啊 或者美劇啊 有什麼好看的啊 這些啊 QQ嘛 QQ就是騰訊網 QQ啊 騰訊網的介面是這樣 騰訊網 因為QQ就是當初他的 就是那個 聊天軟體嘛 就是QQ嘛 叫騰訊網 那eBay都是有名啊 線上的市場啊 就交易嘛 在線上來都是eBay嘛 這是全世界啊 那我們再看 台灣 台灣流量前十名 前五十名的網站啊 因為這是前面嘛 這所有類別 台灣啊 你要看這個 所有類別人 看日本、中國 隨便你嘛 這個網站 東西蠻多的 similar web 好 台灣第一名叫Google 這裡跟全世界一樣嘛 Google第一名 尤其也是第二名 對 前幾名都差不多嘛 Google YouTube Facebook Yahoo 這個UDD嘛 然後 第五名就是 台灣的 就是 聯合報 聯合報 奇怪 台灣像第一大報已經不是聯合報 自由 自由時報 可是奇怪 自由時報發行量比 聯合報多很多 但發行跟實際上舉辦不一樣嘛 他愛發行多少 可是跟實際效量 因為實際效量 只有他自己知道 外人都知道 可是這個 發行量 會有一些工會啊 有一些組織會去查啊 可是 實際銷售 他不會強 反而是聯合報最大 油量最多 因為 聯合報一般認為說 又有人說 統派 但是基本上 比較公正客觀一點 你看每一次 什麼 無色違新聞講 什麼講 但我們都是UDN United Daily News 聯合報拿的 他水平最高 然後是 Yahoo新聞 這看了很多 然後 這個Google是台灣的 不是全球 台灣的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就ORG 他都沒有分什麼文字 進去以後 你可以自然 去切換 Gamer就是 玩電動遊戲 他的介面 大家就這樣 所以年輕人看得多 LINE有名 日本人發明的 結果在台灣 很幾乎 像台灣行動電話 幾乎 也不太打 不太打行動電話 用LINE打 用LINE一樣 因為LINE 為什麼用LINE 因為你手機 你還要付錢 LINE等於是免 完全免費 而且還可以傳訊息 而且你一般 用行動電話 打成聽到聲音 LINE你可以及時 看到對方 所以現在幾乎都有LINE 打電話 所以他兩個功能 一個打電話 一個就是 傳訊息 傳文字 很多遍 傳引 但是有這個 文字沒關係 隨便傳 沒什麼限制 可是影片好像是 一天只能 只能 只能多少 好像只能 多少 多少 幾乎 一個限制 好像 170吧 最清楚 蝦皮 新加坡的 台灣現在 買蝦皮的多 台灣當然有一些購物 購網站 像那個PC Home Yahoo Momo 這幾個大的 現在蝦皮 算最大的 可是我不太喜歡用蝦皮 因為其他就是 有什麼東西 你看了以後就下單 至於說貨照付款 還是轉帳 還是刷卡 另外一回事 蝦皮很討厭 有些沒辦法 你看到你喜歡買的 然後那個 你不是直接下訂 也不是直接貨款 不是刷卡轉帳 有時候你還要去跟那個 這個是上架那些廠商 自己去聯絡 這是很討厭 然後還有很多東西 就是 一點進去 看東西很好 結果沒有 你沒有就不要上架 沒有 所以一個 常常要跟對方聯絡 那就很累 第二個 超單進去 告訴你沒貨 這很多 這很討厭 而且年輕人喜歡 因為價錢便宜 東西多 東西最多是它 然後是中國時報的網站 它排第二 然後 自由時報跑到第四去 Ustingway 這個很多人用 就社群網路 媒體 這個交流網站 以及這裡 東森 台灣東森 排第三 第一名是聯合報 第二名是中國時報 第三名是東森 東森 東森是電視台 還沒有報紙 前面兩名都是報紙 當 ChinaChina也買下了 以前中間 後來被下架 跟你們到Youtube去 還有中式新聞 然後 發信任最大的 自由時報 它是L 不是R 自由時報 LGN D card D card 有名 D card 就像Youtube 它只有聲音 只能傳聲音 沒有畫面 開車 你就當收音機聽 這個也是很D card PTE 當然有名 下面台灣人 看了很多 然後是成人的 XVD CWA 有時候網址收音機 就空白了 它其實 它是 它是 集中一個政府 台灣的政府 官方單位的網站 CWA 這些 這邊是Central 不是China 台灣不能講China 這是Central 中央 外的氣象 Administration 這個氣象局 現在叫氣象署 這就是氣象署 這個資料 Trader也是有名 然後 今天就是追劇 電影 它包括電影 包括電視劇 全世界 這裡面東西多得不得了 所以這個 這個 等於是國家隊 這是很神秘的 它是非法的 所以這裡面也是非法的 那非法就是 有抓的話 它也許轉移網址 它已經改了好幾次 這最新的 是最大的 它都是盜版 它東西多得不得了 所以裡面這個 電視劇 還各國的 還不是只有美國的 各國的 中國大陸 英國 法國 俄羅斯都有 台灣的也有 中國大陸也有 還有電影 電視劇 還有那個 這個是 綜藝節目 甚至還有這個 動畫漫畫 這裡面 我看沒有個 沒有個五百八百一千人 搞不起來 就這個很神秘 MOMO效率是台灣一個 就MOMO 它倒沒有中文 就富邦他們弄到 就是購網站 這個 MOMO效率很高 Yahoo Momo PC Home Mobile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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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英文 Mobile 這也是新動電話的 GPBS就是電視台的網站 別人別理到中國大陸 跟台灣看了很多 百度台灣也看 這個是漫畫 動畫跟漫畫 它的介面是這樣的 年輕人喜歡看動漫 動畫跟漫畫的動漫 這很多 BitsNet 就是我們一般就講皮革幫 皮革幫很多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不可能去單獨申請網站 申請網站很累 第一個要花錢 網址要花錢 還有伺服器要花錢 然後你還要寫機器語言 類似 它就是掛在下面 掛在皮革幫下面 也不要花錢 就是 BitsNet 然後下面再寫些什麼 很多個人的網站 不是大集的掛在下面 也就是你們吃喝玩樂 一大堆這很紅 非常紅 BitsNet 然後是TBs 它另外一個頻道 新聞頻道 Twitch 電子遊戲 手遊的 CG Plus 動畫跟漫畫 1014 找工作 1014 然後這個是成人網站 它是日本的 因為AB就是日本的 這些網站的東西嚇死人 而且都可以嚇死人 一般看的最多的是免付費的 免付費當不要付錢 當下載可以 當這個也可以說免付費 但也可以說要付費 為什麼 它全部是日本語片 沒有歐美 但多了不得了 更是可以下載 但下載你要有網路空間的帳號 你沒有那個空間的帳號 那帳號 那帳號以下要買的 當然也可以線上看串流 可是不能下載 要下載要有網路空間的 像revidator 像那個 key to share 這些東西 PZ Home就是購物網站 然後這是自由時報的 CM網站 這是一個叫 Now News 也是新的 台灣新的一個網站 新聞網站 券券 也是要叫脫衣 脫衣 聊天的 成人的 Not Happy MH 這是盛取網路媒體 也是大概像動漫畫 它的手藝也是這樣子 這也是紅的 全球都紅 台灣也紅 OpenAI GDP 然後Money 這是 經濟日報 因為聯合報 主要是聯合報 然後經濟日報 商業的 以前還有聯合網報 後來銷路不好 也就收起來了 所以台灣沒有網報 然後Storm講 瘋傳媒也是新的傳媒 Netflix網飛 台南也是中華電信 當然裡面有很多東西 這個review 這個比較特殊 這個是歸類為藝術和娛樂 然後裡面也有一些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比較新的概念 URL就是網址 重新做一個網址 就是網址都又臭又殘 它可以把你的網址縮短 我們叫做縮網 這是新的名詞 縮網 但它裡面也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這比較新的 然後 我幫你自己投資 金融投資 這個是串流 這個DK怎麼講 因為很多不好唸 它可能有很多縮寫不好唸 Dramask不好唸 就是串流 影視 所以它的介面是這樣 這一般就是大陸劇 很有大陸劇 那歐美劇應該也有 所以追劇 追劇一般就是劇迷 看的很多嘛 這個看的也不少嘛 還有PTT Play這些很多嘛 所以基本上都是盜版 那這也承認的 這個是 反正JA 或者AB叫日本的 也是只能看線上 不能像成 這是雅虎 提議 看的蠻多 所以雅虎的切割好幾款 這叫 EYNY 中文 我看要怎麼講 中文 叫 叫什麼 叫什麼 EYNY 它叫EYNY 對它叫EYNY 也是雜七雜八 就生活類的 你看這邊 這邊可以看到 休息聊天 什麼學術文化 旅遊交流 什麼都有 等於也是一個入口網站 但很多人是看裡面 但是它裡面 很多東西都是那些 突擊摸狗的東西 比如說成人的也有 圓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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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按摩 都隱藏在裡面 所以 這種東西 一個是伊利 一個是捷克論壇 但捷克論壇沒有在上面 所以 表面上是 什麼都有 入口網站 什麼都有 那裡面 廠物納購的東西 很多 大概這樣介紹一下 就是 一個 國際大公司 它調查出來 全世界 1500名的網站 流量 台灣50名 做個介紹 這期將終於